台中市民权路上这一栋纯白建物 外观仿巴洛克风格 也是台中市第一栋钢筋混凝土 它是日治时期台中市的行政官署台中市一所 已经有112年历史 旧市区里的文化资产在利用 从外到内重新装修后对外开放 再走进这一区选务区 不只可以买东西挑东西 它更是一个艺文空间 我们看到两旁有座位 它希望鼓励大家都能坐下来 看书享受这里的艺文氛围 内部艺文场域是经典欧式风格 集结文创小物生活选书 打造像是个独立小书店的空间 后方这个小空间还能不定期 举办华裔教室或读书会 侧边的长廊则是一处能完全放空放松的地方 标榜不会赶你走 就是要大家进来放慢脚步 走上楼是一所的木造楼梯 还会发出奇怪奇怪 这属于历史的声音 二楼是议事餐厅 邀请曾在意大利米其林一行餐厅任职的 台湾主厨林耀辉进驻 大量使用台湾食材 融合意大利北部的料理手法 更要把故事入菜 我觉得客人就可以享受到 像是去欧洲的古堡里面 或是欧洲的一些老城镇里面 去吃饭的感觉 那同样我们带给的菜色 也是非常有欧洲特色的菜色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match的 曾因九二一地震 导致建筑物部分损毁 甚至一度被鉴定为危险建筑 但这一栋实在太有历史意义 2020年重新招商 经过将近两年的装修 当历史遇见现代文创 势必又将成为 网美们热门的新打卡热点 TVBS新闻赖重荣洪采论台中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